在我们心理学上一个很有名的研究 它是加州伯克莱大学 他们做了一个很有名的研究 就是研究早期的正面情绪 跟后来的人生幸不幸福 有没有关系的一个研究 它这个研究大概是在 西元2000年组约做的 那它是去看1970到1980年代 大学毕业的那个毕业纪念册 上面的人的那些大头照 然后他们去分析 这些在70年代跟80年代毕业的人的大头照 他的微笑程度 他的照片上面正面情绪的分数有多少 他们有个评分的标准 然后呢在想办法找到这些 二三十年前毕业的人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他们现在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后来发现在二三十年前 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拍的那个照片正面情绪的多寡 跟他们现在的人生幸福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正面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在青少年期 或者是青年期 就有正面情绪的话 其实会让你的后来的人生 有更大的几率是一个幸福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要培养正面情绪的话呢 不要等 就从经营开始 就从经营开始